大家好 我是Town叔叔 今天我給大家很快的報告一下 就是Skipper他的最新狀況 看一下嘛 看一下鏡頭 配合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給你東西吃 OK 好 大家是要看你的不是看我 OK 給大家報告一下 最新的狀況就是 帶去三個獸醫了 然後有很多觀眾朋友 也有關心說 問說有沒有 到X光等等的 有照X光 那就是因為有照了X光才知道說有斷裂 我也看了 那基本上三個獸醫都說是很 嚴重的 膝蓋的那個 韌帶 撕裂了 而且不是小撕裂是完全撕裂 所以基本上他的膝蓋是已經沒有辦法固定了 有時候看他要是 不小心 用力在那一角的話那整個膝蓋就 就 這個 在一個很 奇怪的角度 彎掉 看起來蠻噁心的 Anyways 嗯 那 去給開刀的獸醫 診斷的時候 他 本來是想要約 下個禮拜 可是 因為他在 檢查的時候有看到 有聽到 聽到說他的那個心臟有雜音 他覺得有點怪怪的 所以他建議要先去 給一個心臟科的 獸醫看 我都不知道 這個 這個獸醫還有專科的 好吧 那就是 因為手術要麻醉嘛 麻醉前 要 要 這個確認說他的心臟是OK的 所以我們就變成說還要再去預約心臟科的 獸醫 那那個 那一顆還要在 最 最快 還要10天後 那他OK以後呢 他OK以後才能去 再去 這個 定這個手術的時間 所以看來 至少還要 三個禮拜吧 才會 才會 手術 接下來你又是 三隻腳在嘟嘟嘟嘟嘟嘟的 還要三個禮拜 然後才復健 知道嗎 你忍受一下好嗎 好 我告訴你他 他也知道說他現在受傷了 所以他 這個爬樓梯的時候基本上就是 每次到樓梯 的時候就會等 等著人 來 然後要是附近的人沒有看到的話 他就會叫 然後我們就會 過來 抱他上去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 還有一點 他從來不會讓我抱著 坐著 你看他現在這次這樣子 就乖乖的了 第一次這麼配合 是不是因為要上鏡頭跟大家說 嗨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沒有 好吧 報告完畢 那個 我會盡快的再給大家 如果有什麼進展的話 我再給大家報告一下 好 謝謝 收看 謝謝訂閱 也謝謝大家的鼓勵跟留言 拜拜 來說拜拜 拜拜 拜拜 眼睛要看著人家 眼睛看著 然後拜拜 拜拜 來這邊 快點 快點 拜拜 好 伯理 等一下給你東西吃啦 大家好 我是燙叔叔 他配合 第一次上鏡頭 你要看一下鏡頭嘛 想看的是你 來 看這裡 我們去 來 我們去 快點 來 很不自然喔 很不自然喔 很多觀眾都關心說有沒有 NG 重來 對 我們來看